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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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特加今天我介绍给你们 这个台湾人最喜欢的特色的景点 第一名 卡巴多加 很多台湾人知道卡巴多加 因为他们觉得很漂亮 我觉得也很漂亮 因为是它天然的一个风景 要是你们去卡巴多加的话 你们一定说 热气球 你们新结婚了 你们不知道去哪里玩 多迷远 你们都知道 你们可以去特尔西 你们可以看热处 很浪漫 第二名是伊斯坦布 伊斯坦布这家的 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所以有很多风景 有很多里色的地方 比如说要是一个台湾人 去过特尔西的话 他一定知道 蓝色清晨色 因为是很漂亮 还有我觉得 伊斯坦布最漂亮的地方 伊斯坦布海夏 因为是真的很漂亮 因为是真的很漂亮 风景很好看 如果你们想买有些礼物的话 你们可以去卡巴多加斯 因为是在特尔西的 还有在世界上的真的很有名 你们去那边可以买特尔西的 特别的有些礼物 比如说可以你们买特尔西咖啡 特尔西咖啡的杯子 还有特尔西球眼 蓝色眼睛 你们知道蓝色眼睛很特别 这是在特尔西咖啡 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很漂亮 那边也是在伊斯坦布 第三名 曹藍波罗 帕黄华城 那个城市很特别 之前奥斯曼国家的满意中心 现在比较外国人去看那边的风景 因为是那边有奥斯曼风格 有些青春色 有些特尔西鱼 还有黄色 都是奥斯曼的风格 你们一定去吃吃看特尔西鱼 因为想很舒服 今天我介绍了特尔西有名的景点 台湾人很喜欢的景点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你们可以订阅 还有你们想要更知道特尔西在哪里好玩 你们可以来还有你们可以留言 我很喜欢你们 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 还有 这边有一个影片 这边也有一个影片 你们可以按去吗 你们看看很好的两个影片 我很喜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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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乎斯的样子 拜拜